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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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同理心行一切 有益于人的善行 在宜兴这个地方 有一位名叫少林虎的人 他精明能干 处事条理 在平时就会拿一些古物 积存起来 以为不时之需 数年后 少林虎所积存的古物 已有数千代 有一年 村子里遇到了饥荒 古物的收成 不够供应乡里的所需 这时候 就有商人来劝少林虎 叫他把古物拿出来卖钱 商人说 我说 少大爷 您存有这么多的道骨 何不利用这次的荒年 来好好的捞他一笔呢 少大爷 若有意愿的话 不如我们就 赵大爷 我再考虑考虑 好好好 我等您的消息 我等您的消息 那就请赵大爷先回去吧 好好好 商人走后 少林虎想了一想 他认为 利用荒年 台价卖古 这是趁人之为 而且 也只能利益自己而已 所以 少林虎也就没接受了 有一天 又有人来劝少林虎 把这些古物拿出来 湿州赈灾 帮助穷人 但他却认为 这时候把米粮 拿出来湿州赈灾 这只是利用荒年欠收的时候 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间里 表现出 自己是为大善人 受人尊敬 这样的行为 他也不赞成 后来 少林虎决定 要把积存的古物 当作是 雇用工人 整修道路 以及疏通水道的薪资 消息传出之后 当地的居民们 亦知道消息 也都争相前来受雇 而且居民们 也因为有了工作 可换取米粮 可换取米粮 而生存了下来 在这次修护的工程里 总共修护了四十多里的道路 也疏通了八十多里的水道 少林虎先生 也都能以同理心 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常行一切 有益于人的善行 而少工林虎先生 也活到了九十多岁 他的子孙 因为他的德行之故 也都陆续地金榜提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